大家好 应一些朋友的要求今天讲乌苏里传歌 乐谱和整首曲子的演奏连线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面请大家自行去点看 乌苏里传歌是根据贺哲族的民歌《响琴郎》的《驾令阔》的旋律 《驾令阔》在贺哲族语言里面意思是唱歌 在1962年由汪云才郭颂改编和胡小时郭颂作词的一支曲子 这首乐曲具有鲜明的东北地方色彩 古针演奏也有许多改编的版本 今天用的是向心梅的改编曲 这支曲子也被台湾古针考试列为第七级的乐曲 乐谱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等一下在交到那些段落的时候再一一做说明 乌苏里江在黑龙江省的东部 中国的最东端是中国和恶国的边界河 贺哲族人以渔猎为生 因此这支曲子以波浪型的旋律为主 有大跳和极静 表达层层浪涛起伏 和划船的时候 双手推摆双奖的紧节奏 整首曲子粗分为下面几个段落 第一段是影子 这个是散板 是说唱音乐伊玛堪改编的 接下来影子之后就引出了第一段 来描述江面打鱼的情景 第二段写的是远山和帆船的景象 接下来的第三段是丰收渔获后的喜悦欢呼 尾声散板是归航 那么尾声的散板也呼应到影子的散板 整首曲子曲调优美 由于是名歌改编 因此在演奏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歌唱性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讲解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是散板 散板它意思就是说它是自由的 就是看演奏的人要怎么样去表达 好 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是你可以用双手 用点指的那方式去弹 也可以用单手用右手去弹 它是也可以 我们等一下会示范 那么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符号 就是一个宝盖头 下面写一个1 这代表呢 这个宝盖头代表是暗 就是暗玄的暗 就代表说它是暗 都选为锐 所以这个锐不是真的锐 锐选而是都暗出来的 那么这边就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代表是暗 暗都选 就是这意思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放 放的意思呢 是下滑音 就是说这个音是放回来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暗音 就是暗都选为锐 所以这边呢 要让它去放回来 所以就是先把都选先按成锐 然后呢 再放回到都 也就是上滑跟下滑 所以它意思就是相同 只它用的符号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接下来看 这边有一个是大错 但是它大错的符号呢 是写在下面 就代表说呢 这一个都 它大错不是由右手弹的 是左手弹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Do Mi Sola Do Mi Sola Sola是双手 用爬音的这方式去弹它 那么你要把手型先站出来 就是把那几个音 要先把它去预备好才可以 好 那么这影子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是有一个 也是同样的 就是代表说 它们开始出海了 前面讲的是天亮了 接下来就讲它 它们要出海了 那么这个段落呢 是一个长摇 就是说你就是把摇指去摇好就可以了 然后是要渐渐的 要把主旋律去带出来 所以你就把右手全部用摇指 然后它又把表情符号 又告诉你 就是说从弱旗 然后到健强 然后再到弱 那么这个符号 有一个小痘点 这个符号 小痘点的符号 代表的是呼吸记号 就是你这个地方呢 稍微要 随着呼吸去停一下 因为你这边是 dol sol la mi sol re 拉手 然后这个地方dol 就是你另外去起一段 因为这个地方是低音的sol嘛 所以你摇完低音的sol之后 你要换到是高音的dol 它这个地方写了一个是dol点 就代表说你要去呼吸一下 所以这个dol呢 可以稍微有一点是空隙 去挪到你等着高音 好 前面呢 通通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用符音 然后你右手去长摇就好了 这个地方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这一支曲子里面出现非常多的 间一选间二选 那么因为向心梅本身是钢琴和作曲 她出生 所以她编的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 跟钢琴的那个 有大跳跟那个跟和弦的音 你要去注意 她是间一根弦还是间两根弦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ray 第一个ray呢 它是有一横线 有一个圈圈 所以然后它里面只有一根弦 一根线 就代表说它是间一弦 那么ray的间一弦就是它下面一个音其实是拉 所以我把它给写在这边 就是如果你是用实音用实际的音高去记的话 圈圈里面有一根线就代表是间隔一根弦 就是跟你的大拇指主音的ray 插一根弦 也就是下面的拉 这也是属于是小错的一种 但它是小错的间一弦 好如果它是一个圆圈圈里面有两根线 就代表说它是间二弦 就是你的大拇指是在ray 那么大拇指下面两根弦就是它的so 所以你看到这个间二弦的音呢 你要弹的是soray的音 主音都是在ray 但是你要看下面它是间隔一根弦 还是间隔有两根弦在那里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要看清楚 这个ray是间隔一根弦 然后这个拉是间隔两根弦 这个ray又开始间隔是两根弦 所以这个ray跟这个ray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种地方你要自己去练习一下 要把那个 把手型在间隔距离上面 要把它记好 把它去背好 好爬音都不会有问题 能念到这一首曲子的话 这些像摇指啊 像爬音都不会有问题啊 你就只要去注意这些 很细小的这个指法符号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符号 是王 就是很类似一个王字 那么这个这个王呢 他意思是指说三根指头弹 就是你的大拇指 食指跟中指 那么大拇指跟中指当然是八度 食指呢是间一根弦 这个我们稍微我等一下去示范一下 这一支曲子他本身已经把小节数都写好了 他影子是没有画小节线 所以他不从影子算 他是从这边还开始算 一二三四五 所以他这边已经写了一个小小的五在这里 那你要自己去注明是也可以 就是他小节是在这里 所以在第五小节这个符号是代表三个指头的和弦音 就是你是用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去弹的 这是比较特殊的 譬如说如果你是在soul的话 那么如果你的soul上面看到一个类似像王 国王的王 这个符号他的意思是soulresoul 三根指头是一起弹 这个在向思华的每日壁堂里面 是也有做这样子的去练习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很很难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只是他符号是不同的 好那么这个这个的段落呢 其实也类似像爬音一样 然后他是正爬加反爬 所以你看他是do mi sola do mi sola do mi sola跟do mi sola就是两个 就八度在他 然后这就要开始是往下行走 就是是反爬 他的方向是反的 就是do la somi 往下走了 do la somi 所以你就把这样子当做是 是一个小小的句子 这样是一句 这样子是一句 好 然后我们刚才有讲过 符号写在下面 就代表是左手弹 所以这个地方是左手弹 弹一个是大错 然后接右手 然后呢再接下来 你右手弹的是mi sola do 然后呢你左手就预备好 接下来弹mi sola do 好就是这样子弹法 好我们现在先把第一页的 把印姿 然后呢稍微先 先先释放一下 就是从散板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释放一下 同样的在弹的在练习的时候呢 必须从慢速开始练 就是你把技巧先练熟了 然后再来 再来看 再来把速度去处理它 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用那个正常它速度去练 这样子的话 你有很多地方会抓错 尤其刚才讲的剑一旋 跟那个剑二旋 这样子的 你要去抓一下 好一开始呢 它是一个自由版 你可以这样弹 好刚才讲过一个 就宝盖头下面写一个i 就代表说 这个raise do就按出来 好你可以用左右手 用点指方式去弹 你也可以只是用右手去弹 这两种弹法都可以 看你想要怎么弹 好我们这个 这个音弹完之后 它有一个有逗点在那边 刚才讲过它逗点是呼吸剂 就代表说 你要稍微去停一下 那至于说停多久呢 当然你也不要停太久 停太久 它的张力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是用呼吸做单位 就是停一个 就是停一个像呼 或者停一个吸 我就是稍微去停一下 然后再开始 好就是这样子弹的 然后它的速度是由 渐慢到渐快 然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弹完之后 最后一个 刚才讲过它有个放嘛 它就是这样弹 它的放就是因为它的 这个锐呢 其实是都旋 你已经都按好了 好所以你先弹一个是真的锐 然后弹一个你按的锐 然后再放回来 好就是这样去接 然后呢 这影子开始要往主旋律去接了 好所以这边是慢起 然后是锐快 好刚才是讲过 这一个地方很类似像你在就是弹爬音的时候 你就把左右手去站好就好了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就是它整个是用摇指去弹的 好所以你就只要全部用摇就好了 然后你左边的手呢 就是一个低音的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是讲过 这个地方的锐 就是第一个锐 第一个锐呢 是锐一弦然后是锐两弦的la 然后又是锐二弦的ra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抓好就是 第一个是锐一弦的ra 是在这里 接下来你的la呢 是锐两弦 然后接下来你的ra是锐两弦 好所以你要这样子去把它去记住 就是它的第一个是锐一弦 锐两弦 锐两弦 然后呢是一个白音 好这样去带好 好所以这一段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里 第五小节这边 我们刚才讲过有个王 有王字 它王的这意思呢就是说你是用三个指头去弹的 譬如说它如果写王然后是拉的话 就是你的大拇指在拉上 然后呢你的食指跟它锐一弦这个这个是小错 然后你的中指跟大拇指是间隔是八度这个这个是大错 所以王的意思就是大错加小错 只是你是一起去弹 你就这样去弹就好了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 在符号上面是不一样的 好这一页的最后 最后一行呢 它就是也类似像旁音就是你的左手在 刚才讲过因为它大错的符号是在 兜的下方所以它代表是左手去弹的 所以它是 就是这样子去上来的 所以你就照着它的 它写的那个符弹就好了 这个爬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的 它下面 第二段 第二段呢它是写说 愉快的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其实它是 它是用主旋律去弹它了 那么它左边的手呢是很简单的用和弦就是兜手兜 拉米拉好你就照和弦弹就好了 这个你已经弹到第第7集了好那么这个我们都不用再 再多说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比较难的一个段落呢其实是在 第3段 从第3段开始呢 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它就开始有技巧 有出现而且它的速度是加快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稍微去练一下 第3段整个这3大行 用的是点指 那么你点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练它呢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最低音 最低音它右手是它 拉拉 然后它的左手 就是这一段虽然它是一个大 大段落 但是我们可以分成五个小小的句子 1 2 3 4 5 他的第一句 右手 弹旋律 然后你左手你点指指停留在低音拉是不动的 就是你一直都是点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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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他右手在弹什么 然后他的第2句呢 就不一样了 第2句呢是 右手在弹什么 左手就跟着他 就是右手弹 手 你左手就弹手 右手弹咪 就是你右手要跟 就是你左手是弹什么音,你右手要弹什么音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他是用8度跟8度去推 第1句是最低音区 第2句是中音区 第三句到高音区了 所以他是用这种音区去推 就是把情绪去往上面去推高 所以你就记得第一句 左手指停在拉 第二句左手跟着跟右手弹 第三句同样是左手跟右手弹 第四句 第四句仍然是左手跟右手弹 但是他的音区是比较高了 然后第五句 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王的符号 他又出来了 这个就代表是三个指头是一起弹的 这一句同样的是你左手只停留在拉 你不管你右手在干什么 然后最后一句是你要去跟着 所以你只要记得第一句和第四句 左手是指停留在拉 第一句和第一句在这里 第一句和第四句 左手是指停留在拉 其他的句子都是跟右手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他是用八度音在走 就是从最低音到低音到中音到高音区 但是他旋律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示范一下 在练这个的时候 速度要慢 那样子你的音才会比较是清楚 点指的话应该是练到这一种曲子的话都已经会了 好一开头这一这一段开头是一个下曲 然后你中指要勾 就是你你右手在弹弦弦 但是你左手一直停留在拉 好然后他弹完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你左手是跟着的 就是你右手在折什么 你左手都跟着什么 好然后再接下来又往 刚才是中音区弹完 然后我们弹到是高音区 好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开始用用三个指头的王去弹他了 但是接下来你你这个这句子是要到高音来了 就是你从低音到中音区 好你左手都仍然是在拉嘛 好然后再跳 好然后再往再往上跳 好刚才这个第 刚才这个第三句 第三句这个地方呢是套句 好他弹的是拉拉米拉收收 就是他右手弹的是套句 好但是他左手是跟着他的 就是他右手弹套纸拉拉米拉的时候 然后左手就跟着拉 然后他的右手弹收收收 re收的时候 你左手是跟着re 好然后他是在高音 好就是用这个方式 他最后一个是拉 用这个拉再往上带 所以呢你就是要注意你左手跟右手怎么去配合 你有的时候你左手是只弹在拉 有的时候你左手是要跟着的 好接下来这里又有一个新符号 这个符号 写的是一个银 这个银呢就是所谓的银音的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颤音 就是在第40小节去出现的 那么你右手都一直是大错在弹 这个地方是一个就等于是8度在跳 拉然后是高音的咪 然后拉然后是中音的咪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练 然后要要慢一点去练 你练的就是你的手在跳动的时候 你右手在跳动的时候 你的距离感 因为这个地方他速度是蛮快的 所以你没有空真的去看它 你就是要练 把距离感去练出来 就是你的手要很习惯性的一个肌肉的记忆去抓它 那么下面这个银的这意思就是是银音 就是说你左边的手要银这两根弦 你可以看它每一拍的前两根弦都有一个银 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练大错的 然后是大跳去练它 那么这就是靠你去练了 好下面接下来第44小节 44小节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段落 在练这个的时候 右手不难 右手就是用长摇 就是说它是音阶在下行 因为它的音是拉 收 米 瑞 都 拉 手 是音阶 虽然是长摇 但是是音阶 所以你几乎不要去管它 好 但是它的重点是在它左边的手 它左边的手等于是打拍子 所以你在弹的时候 注意第一个音 它是用三根指头去弹的 然后第二个音 它的这个高音的 米 高音的米它这边写的是尖一旋 然后接下来这个拉同样是尖一旋 但是在接下来这个米呢是尖二旋 那么这个跟和声是有关的 所以赵月普弹就是它说尖一旋 你就弹尖一旋 它说尖两旋 你就弹尖二旋 那就是你要把左手去练出来 你右手几乎可以不要去管它 但是你左手练出来 而且它是用大跳在弹的 你可以看到低音的拉 然后到高音的米 然后又回到低音的拉 然后到低音的米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跳动 同样的收到锐 所以你这个段落其实反而是要练的 好 再接下来第四段 第四段同样是一个长摇 就是它右手它旋律是长摇 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段落是很像的 就是是旋律在唱 然后这边它左边的手呢 其实是正爬加反爬 这个是正爬 这个是反爬 所以你同样是要把手形先站出来 你手形要站出来 你才能够去抓它 不然的话呢 你的那个音很容易会弹错 而且这个段落 这是第四段 这个段落它告诉你是歌唱的 而且这个地方呢 已经开始到激昂了 就是说它已经到高潮 好 所以你的那个整个情绪要带上来的时候 你左手就要很流畅 所以这个段落其实在整个曲子里面算是比较难 然后你比较需要需要去练习的 然后你比较需要去练习的 所以这就这就是刚才讲的 你第一个需要去练习的是点指它那一段去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正爬加反爬 你右手是长摇的 这两根的段落你要稍微去练一下 好 在接下来就已经到尾声了 到尾声的时候同样的是散板 是散板在走 所以你也要稍微去听一下 就是它要怎么样的抓 把节奏去抓出来 不能是太慢 但是又不能去太快 所以就你要在呼吸上面去配合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直法 刚才是没讲 好 这一个 这个它有一个是弧形 然后它有一根线在这边 这个代表是反P 就是P 就是我们在谈那个像谈宇宙颤王的时候 就是用指甲的背面去谈它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符号是这样写的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边一样 它写一个按收就代表说呢 这个拉不是真的拉 是你谈大错的收之后去按出来的拉 就等于是我们所谓的上滑音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就讲过了 出现过上滑加下滑 就是这样 好这个地方要稍微要讲一下 这是一个双旋同音 就是说你谈刀和Rae 然后你把刀去按成Rae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来示范一下好了 只是符号是不同 但是呢 它的弹法 大家在前面的时候应该是有学到过 好所以我们从第72小节它是 所以这个地方三连水加一个U 就是你是弹Rae跟Do弦 但是你把Do按高成Rae 然后你不要去放掉它 因为它告诉你 它牌子需要是很长的 然后你再谈一个真的Rae 这个是真的Rae 这是Rae选的Rae 然后这个Rae呢 就是去按出来的Rae 就是像刚才前面一样 它不是真的Rae 它是由Do弦去按出来的 所以既然是Do弦去按出来 所以再放回来 就是上滑加下滑 好然后 它这个曲子里面有非常多的 有斗点在这边 就是它是代表 它是需要去呼吸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稍微去听一下 看别人是怎么去处理的 这个地方是已经是尾声了 那就这个地方都还有一点散板的味道在那边 但是这个地方要求速度要回来 所以你就照着它 它乐谱上是怎么记得 你就那样写就好了 这支曲子 整体上来讲技巧是不难 但是有些 像执法 如果它的速度是要往上推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去练习它的大跳 其实它难的地方是在它 它大跳的时候呢 它有所谓的尖一旋跟尖二旋 那个地方你要去练 还有就是那个 它主旋律是长摇 然后你右手弹 你左手弹很多是正爬跟反爬 那个地方你要去稍微去注意一下 其他的地方 应该能练到这曲子的 都很熟了 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 OK 然后整首曲子的示范 还有是乐谱 它连线都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如果有